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我们讲这个节目都不知道多少次 但是到了现在 气候的变化或者导致我们的地球越来越热 是哪一种因素呢? 最主要你要数一下那些温室气体 因为我们的碳排放令到温室气体越来越多 二氧化碳越来越多 麻烦 如果你看回那些温室气体的那些列表 另外一种比较头痛麻烦的东西就是 Methane 甲丸或者我们俗称的温室气 其实我们一直都希望去想一下 有什么办法控制它 当然如果你说是来到科学新知的话 我们就希望可以讲一下 有什么办法可以制造少一点 或者是现在我们想讲的就是 如何去监察监察得好一点 就是令到我们能够控制着那个碳排放可以更加有效 那就是看看有什么新的科技发展可以讲 第一样东西要问的就是 为什么这个小气会构成这个全球暖化的其中一层属呢? 那这就要看回了 温室气体怎么为之温室气体? 你要留意一个气体它为什么能够可以吸到热 就视乎你那个气体本身的微小化学结构 这里又要下一个夸张一点的讲法 这件事为什么搞到全球暖化的东西呢? 你去到最归根结底一个分子层面 原来你是用量子力学来说这件事 就是说你透过量子力学去了解了 这个二氧化碳里面的化学结构 你就能够了解到为什么它吸到某些太阳光 吸得特别好 就于是令到它能够整个大气就会热了更加多 那不单止二氧化碳的 沼气也是 而往往也是这些效应 最后就提供了我们一个手段 令到我们可以探测它 还没讲到这一宗新闻之前 也都回顾我们以前也有介绍过 太空总署发射了一个叫做OCO2 的一个人造卫星 那个人造卫星其实就是 一个全球监控碳排放的一个计划来的 原来我们利用二氧化碳去的特性 我们知道它对某一种的红外线特别敏感 我们将这个红外线探测移 摆上去这个太空道的时候 我们原来就可以帮我们追踪到 由二氧化碳给出来的一个很独特的红外线讯号 哪里能够给出这个讯号强一些 我们就知道哪里的二氧化碳比较劲一些 从而就可以帮我们追踪到 世界上哪个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是最高最低的 现在暂时来说你看到中国那里就疯狂了 就是那个二氧化碳的排放 但是根据中国他们自己的计划来说 其实如果是真的能够承诺成真的话呢 是经历了这几年最高峰之后 在未来几年你就会看到它显著下降的了 而同时间你也都看到中国在那个再生能源那里 是有它的努力放在那里的 很多的太阳能那些这样的技术就大量地去开展 所以我们就再看多几年看看 会不会有一个好的情况出现 重点就是说其实现在 哪个国家去守不守规矩 哪个国家需要多负责一些呢? 完全如果你说在二氧化碳排放那里 是已经有一个监控的系统在那里 那在这里要讲一些科学一点的事情就是什么呢? 第二种温室气体就是这个沼气甲丸 如果你说它那个吸热的能力 原来比二氧化碳强了一百多二百倍 实际的数字不能太记得 但是都是要说一百倍计算的 就是说一粒这个沼气分子它在大气的时候 它那个吸热的能力呢 是往往比起二氧化碳还要强百倍的 那这里可能大家就想很奇怪了 那为什么我们先监控这个二氧化碳排放 都不是监控这个沼气先的呢? 沼气这么厉害 周围都排放的 你比如说说香港的堆田区出来 有些这样的排气口里面 就是拿来排走那些沼气的 哇 那里全部都是温室气体来的 但是又要留意 沼气它因为在化学上面比较活弱 所以它在大气里面停留的有效时间是比较短的 就是沼气这件事很容易就是烧得着 跟其他东西化合作了 就是说它在化学上比较活弱 很容易就分解了 于是它在一个大气上违害 计算了一条数字 就反而弱过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不是很变的 它在这里就在这里 因为它是一个比较低阶的一种气体来的 你没得再烧它 令它再变其他东西了 因为它已经是一些烧源剩下来的 一个很低阶的一个化学的产品 但是甲苑就在大气里面 持久不多 所以反而我们认为它是第二大的溫室气体 计算了整体效应之后 所以我们现在 今时今日 当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善的系统 去全天后帮我们追踪着那些国家 去排氧化碳多 哪些少的时候 现在我们第二步 今次就有另外一个人造卫星计划 准备发射上太空 帮我们全天后监测一下 哪个国家排放这个甲苑排最多 第二个疑问就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排放沼气 很多的 刚才都说了堆田区它们自己 勾勾一下 这些微生物的作用会有沼气 另外 譬如你农耕的社会 应该是畜牧的社会 大家可能都听过一个都讲笑 但是其实也都好像认真的一个说法就是什么呢 原来在大气里面那些沼气的这些温室气体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贡献来源是来自那些放屁的牛 一只牛吃完草 它的腸里面产生了很多这些气体 其实就算人不要说牛 人消化不良 放屁特别臭 甚至乎你说觉得某某人放屁 有一股煤气味 其实里面真的有一些甲苑在那里 那些甲苑惨到一个地步就是你不觉意有些激光射去 它会爆的 OK 有一个例子就是在日本 有个人做手术 那个女性来的 做了放屁 因为用了激光整个手术就爆了 是的 是的 另外在国际太空站里面也都非常爽忌 你如果真的吃了很多豆类的东西 于是你放了一些这样的温室气体出来 充斥在这个太空站的空间里面就变了多二燃气体 就不只是对人的健康 人身安全都有问题 这里就说回 其实很多时候这些这样的温室气 是来自地面上的一些微生物过程 这些微生物过程可以是由大自然那里自己来的 这个就无可避免 但是如果是一些人为的过程 就是比如说你人为的去生产粮食的过程里面生产了这些这样的温室气 也都会有 或者是你人为你去做一些资源开采的时候 它会出了这些温室气 也都是会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现在建立了一个比较严密的系统 来看二氧发炭 下一步我们就要向这个甲苑 就是温室气去进发呢? 那现在这个计划就很有趣的 是由这个Google 连同这个 叫做美国的应该是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 其实都是一个保护环境的一些基金 那他们就合作一个项目 就是一个叫做Methane Satellite 就专是一个甲苑的卫星的项目 当它射了上去太空之后呢 他们就会在一个低轨道那里运行 几低法呢?就是每天是围绕地球15圈的了 所以其实你计算一下 一个多钟头就绕一个圈 所以它的轨道是会很低的 因为它这么低的轨道 它就可以是比较近它们来去透过红外线 去看看地面上发出来的那些讯号 里面有没有沼气的一些的痕迹给我们去看到 沼气它的化学键就会让它有一个很独特的效果 就会对某一种的红外光敏感 所以你观察是由地球反射出来的光的频谱 如果这个甲苑的讯号强和弱就反映了 你影响下面的地方去排放出来的甲苑强和弱 就是这样去量度出来的了 Google去做这个参与这个卫星的计划 它本身有什么优势呢? 就是为什么不是Starlink去做呢? 其实你说Starlink做不是不行的 但是我觉得Google 大家都有玩Google Map的了 Google Map的资料在哪里来的呢? 它都不是买回来的嘛 它要自己去找卫星 甚至乎自己弄卫星 自己射卫星 有自己的资源去拍的嘛 如果你是卫星拍地面上的街道图那些 那全部就是 又是的 低轨度卫星 要贴着地面去转 然后就尽量把下面的东西拍出来掃光它 一行一行的慢慢掃光它 而且是拍到的清晰度就是 它可能实际上可以拍到更加清晰 不过它放出来在网上公共的资源 就不是最清晰的那些它不给你 就是说Google 来说它一向拍开东西 不过它用可见光的光谱来拍这个意思 现在只不过你将可见光的那个摄影 换转了做一个红外光摄影的仪器 那这样东西其实就有了 其实现在我们的天文 放在太空上面的东西 你将它 就是你无论是拍红外光 还是是拍可见光 都是这些东西那么轻便 所以我们虾背望远镜拍可见光 再放一个James Webb上去 就拍了红外光 对于所有的这些在太空上面拍照的装置 我们都很容易是做得到 就是拍不同的光谱了 但是可不可以有个阴谋论就是 已经有话名拍这些照片呢? 那其他东西别人不想给你拍都给你拍到呢? 那这样说吧 红外线那样 就是说你晚上做什么 会不会都比较容易拍到呢? 那这个就很多东西不知道了 甚至乎你放那件东西上去 除了影红外光 影可见光 是不是? 就是不只是说你的解像度高不高 你其他的光谱 你又会不会再放一些东西去搜集其他东西呢? 很多东西你可以用一个很正当的理由去搜集的 比如说 有一个很有趣的 原来行雷闪电呢 是会出加码射线的 如果我纯粹是研究一下天气系统 那些那么行雷闪电的地方 给出来的加码射线的背景会是怎么样的? 甚至乎上面有多少的正反物质是产生了出来的? 那我们借着研究这些天气之明去放一些这样的仪器上去 这样看都可以的 是不是? 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会不会再看到一些其他额外收获的东西呢? 那这个就我自己都说不出来的 那你会看到就是Google就是为了去提供大众这个地图资讯呢? 你会发觉就是它就有一个正当性去放很多 比较近地低轨道的卫星来给它狂映地面上的东西 但是另外一个就是政治的问题就是 为什麽这些类似的project 为什麽全部都是美国人去做 那其他国家没什么兴趣去做的呢? 那这样说 现在你说的project 譬如就是好像这些监控二氧化碳和监控甲苑这些project 你又要想一下 我射出来就是我件事监控你 是不是? 如果我给你射先 就是你有件事监控我 然后最后那个资讯里面的解读 就是那个专家集中在哪里 那你的话语权在哪里 其实是这件事 那所以你不要只说只有Google Map来到处看 那所以你每个国家不要只说中国了 你现在在说去到是 无论去到俄罗斯 伊朗 印度 日本 他们都在发展自己的全球定位系统 其实都 那然后这些这样的二氧化碳的卫星 会不会接下来欧盟也都参与 是不是? 甚至乎这些甲苑的这些卫星也都有更加多 其他国家去参与 将它变成由一两个国家 做世界警察 变成为一个更加多国合作的呢? 我觉得这个也是长远的趋势来的 但是现在总是要有人走出第一步 去付了这个成本 来去提供了这个监控的资料 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系统 你叫大家自己乖乖地去守规矩 它不要扔碳 不要扔甲苑就理你都傻的 所以你一定要有个客观的标准 科学的标准 而是大家承认的话呢 才可以令到那个减碳排放这个目标是可以切实执行的 这个我们在日常现在香港的游泳生活都开始看到一样东西 就是刚刚我一见到街上有个街招就说 不要乱丹踏塞啊 因为CCTV正在拍你的 其实这个等于地球整个环境又装了CCTV 不过CCTV谁看呢? 谁分析的数据呢? 就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最后那个疑问呢 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如果在地面上有些的沼气或者methane甲苑呢 我们有没有方法化解它呢? 其实你最简单 如果你可以自己收集到它 你可以用它 甚至乎是 但是你说天然来说 它有它们自己的分解的过程 你其实甲苑氧化了就变成那些甲醇那些这样的东西 地球上面那些甲苑呢 通常因为它比较轻 它都是会比较到处去飞的了 那些你就透过它在那个大气的过程里面 它透过去撞到其他东西 透过太阳光它自己去刺激 就将它分解了到油 这个是在大气层面 但是你说如果是在地下的那个层面 你这些人造结构下面聚了一堆沼气呢? 你自己不排走它它就一直留在那里就不走的了 所以呢 我有个想法就是 越落后的国家 你就去到它们的城市里面 就不要乱乱丢烟透到坑渠洞里面那里 你会发觉就是里面的沼气爆是整条街爆的那一只 就非常的严重 一个比较好的国家 如果它管理这些地下水通道管理比较好呢 它实际上也要考虑通风的问题 因为如果有工人需要下去作业 你要下去那些沙井 下水道那些井来作业的时候 如果是有沼气是会死人的 所以这个又说着日常生活之中 这些沼气的危害也都大家要提防 好 这些资料结束我们下一节再回来 2022神秘的夜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会和大家说些什么呢 就是那一宗在飞机上发生的古怪事件 嗯? 话说在几个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国的内陆机 突然间有个女人 站起来大炒大賴 就是说要下飞机的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呢? 这个女人就说 坐在他旁边的人不是人类 大家不下飞机 乘机人都会死的 有很多网民在这里说 其实这个女人可能是没有说大话的 就是说 坐在他旁边的一个 是一个叫Shakeshifter 的东西 那几涛你怎么看呢? 这东西其实都不算新的了 以前我们在《神秘的东西》 都有提过的鹅兽 什么是鹅兽呢? 鹅兽就是 可以变成人形的神兽之一 那为何我们今天《神秘的东西》 会讲这个题材呢? 其实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话 会不会我们身边的人 其实未必是那个人来的呢? 其实是Shakeshifter 去模拟那个样子的人呢? 但换句话来说 即是可能有一天观众在看的 就并不是我和《神秘的东西》 在做节目 而有两个人扮演我们 在做节目 但如果是这样 就很糟糕了 那有机会 那些人就在追求假的节目 就不记得追求我们的节目 那关键是 如果观众看完之后 在YouTube上面 他们订阅一个订阅 那问题就解决了 没错了 其实我和《神秘的东西》 和我们两个都不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用YouTube平台 看我们的节目的观众 就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小铁按一下 那我们有新的节目 就会有通知了 好了 今天的《神秘的东西》 就是这样 之后就有《神秘之东西》 并不是真的我和台长 不是,只是我和台长 我和阿企图